大家好,我们今天就是要通过就是两个分开的表格 把它合并成统一的表格这样的 然后给你统一的表格,然后再做出这样的动态图 那我们现在废话稍微让我们开始吧 那好吧,那我们先讲一下怎样快速合并表格 我们的目的是先想把表一和表二合并成像这样的形式 首先我们按住outd加p 然后我们选择多重合并计算数据区域 然后确定下一步,然后下一步 然后我们选择要合并的区域 然后添加,然后我们到sheet1就表格一 然后我们再添加 然后添加以后,然后我们选择下一步 然后我们选择新的工作表格,然后我们完成 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个表格现在已经合并了 然后有行标签,这是我们sats程式 sats程式 然后还有就是the friend 然后还有比赛成数,还有他们的总计 我们暂且就把他们拿加起来就当成机吧 现在我们再讲一下怎样做出一个动态的图表 那我们首先我们在这里选择开发工具 插入 然后我们选择设置空间格式 然后我们选一个单元格 像这个吧 然后我们回车 然后我们确定 然后我们让这个单元格变成个黄色了吧 这样我看得清楚一些 然后我们把他名字改了 改成the friend 然后复制他 然后再改他名字 改成比赛场数 然后我们再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再粘切 然后我们写上总计 好了我们看我们选择得分比赛总计的时候 这个数据是会变化 然后我们把它 拖到一行 OK 然后我们再复制这一行 出赛程式 然后我们在这粘贴一下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 得分他能给一个图表 比赛能给个图表 然后总计能给个图表 好了 那我们把城市 出赛程式复制到这了 我们再写了index函数 等于index 前几个视频 我们讲过index函数 那我们这里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选择他的区域 然后我们在这里选择f6 f6 然后它是3 出现的结果应该是总计 我们看一下 是总计 那我们应该把这个f6 应该毕竟绝对引用 因为我们在往下拉的时候 我们不希望他有变化 所以我们决定你用一下 然后我们就看这是总计 然后我们看得分 这就是得分的数据 然后我们看比赛 这是比赛的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选择数据 然后插入 这个是冰状头 下面可以删掉 然后我们可以添加数据标签 我们也可以就是手据标签格式 然后我们写上那边 但是我们希望它有点颜色 填充一些 这个颜色太深了 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我们淡一下 然后我们希望得分呀 总计呀 赛道呀 放在这个图上 那我们可以 右键 然后至于底层 然后我们选择它们 然后拖在这里 看这不好看 可以稍微调一下 好了 如果我们选择得分 就是得分的图标 我们选择比赛 就是比赛图标 我们选择总计 就是总计的图标 那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